就是這個陣列,哪個位置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陣列整個把它複製好了 如果你擔心會寫錯的話 你就直接把這個陣列直接貼過來 基本上架構就是這樣 這個陣列裡面 總共放了有7個網址在這上面 那我故意避開第一個,因為這個編號0,我要避開 那再來的話呢,我要分別把它放到哪個位置呢? 放到這個AI的這個位置 所以呢,我可以在這邊寫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一個到第七個 因為我要組一個組一個,幫我把它抓下來 那Enter兩下打個NAS 那再來的話,可以把這個with到Enterwith 這個資料,底下的這個程式把它放到for next 這個裡面,把它拖拉放過來 那一般習慣呢,會把它再按個TAB 意思是說呢,在這個回圈裡面幫我執行 好,那這樣的話,我們基本上就完成回圈的敘述 意思就是說呢,當我執行這個程式的時候 那我先抓第一個網址 OK,放進來 然後把資料下載下來 那畫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這樣的話呢,等於讓它跑七次 那也就是說,它就會順利的幫我把這個 七個網址的資料全部下載下來 這第一點 可是呢,這邊會有個問題啦 因為你Distination這個參數 它都會放在AE 那如果一直放AE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一直讓你放到下面啦 所以呢,會造成第二個問 所以呢,我們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AE,如果說我第一次放在E的位置 然後當我第二次以後的話呢,把它放在 再往下放的話呢 那這裡啊,特別注意我們這邊 會需要寫一個邏輯判斷 這也是上禮拜有講過 邏輯,這個如果一副 如果什麼呢 如果假設呢,我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裡面完全沒有任何資料 那我就,所以這邊的話,我想一個邏輯方法 這個是自己想出來的一個方法 因為到底要怎麼判斷說 我第一次是放在AE 之後的話呢,往下放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AE這個儲存格裡面 假如是空的 意思是它裡面完全沒東西的話 然後的話 那我就打一個then 然後enter兩下 然後再打一個什麼 else,反之 再enter兩下再打一個endif 那這個邏輯主要是判斷什麼 如果當我第一次下載的話 那我就把它放在 它的AE的位置 如果不是第一次 就是裡面假設已經下載資料了 那我就讓它向下追蹤 加E就可以 所以這個地方我多一個變數R R這個變數等於E好了 如果當它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等於E 那如果裡面不是空的 反之 這個反之的意思是說 它裡面不是空的 已經有 下載第一次資料的話 那我就讓它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的話 前面我們講了蠻多次的 向下追蹤 就是從A1 向下追蹤 點end 前瓜阿虎 XLDOWN 然後呢 得到哪一個列 記得加E就可以了 加E的話 就是向下追蹤之後 把追蹤到的那個列 取回來之後 讓它 讓它往下一列 再來的話 再把這個E的部分 delete掉 後面呢 就空一格 and r 就可以了 and r 意思是說呢 把判斷到的這個 r的這個位置 讓它往下放 這上禮拜我講過了 所以大概 把這個重點 跟各位複習一下 所以有三個最重要 一 是 加上正列 二 加上這個 回圈敘述 三的話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邏輯判斷 三個部分 那基本上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爬蟲 就可以直接讓我們執行了 不過 如果你擔心說會出錯 我建議你可以按F8 你不要一次 就按這個執行 因為如果程式發生錯誤 你也不知道哪邊有錯 那你可以執行它 那 如果說假設 這個正列執行 你假設不知道 這個正列裡面放什麼 其實有個方法 你可以選取這個 AR 按右鍵 它這邊有個新增監看式 這個監看式是做什麼用 你可以看到 如果按右鍵 新增監看式 你可以看到這個正列裡面 所有內容 有沒有發現 A瓜乎0 裡面其實就放沒有東西 那其實我們就是1到7 裡面就放1到7個檔案的網址 那我們就是這個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讓它往下跑 所以 再來 當I等於1的時候 第一個 如果A1裡面是不是空的 其實因為A1裡面是空的 所以它會跳true的地方 那 R就等於1 OK 那因為 R等於1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兩個把它合併在一起的話 那就得到什麼 A1 的位置 有沒有 它就是把1串在 跟剛剛前面的那個文字串一起 OK 然後這裡面得到什麼 這裡面的話 得到的話 就是第一個 就是把第一個網址放過來 然後分別把資料下載 下載下來 OK 找不到文字檔 更新範圍 跟名 看一下是名稱有錯誤 確定一下那個 AI 是不是這個 不對 因為這邊的話 你不能直接把AI放進來 因為AI它是一個文字 那AI它就找不到 所以要怎麼辦呢 記得 這個I你不能直接放進來 你要用像之前的方式 雙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 移到中間 加個I 把它串在這個字串裡面 它才會work OK 看一下 這邊應該串 串一個字串 你看 把那個AI 這個 正列 把它串在這個字串裡面 所以記得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一下 你看 AND 把它串在這個當中 OK 看一下 底下的部分 連結 對 這邊的話 把它串在後面 所以可以寫成這樣 AI 好 再來如果說沒有問題的話 就再把它執行過 這個AND AND 空白其實這個 這個可能多餘 就直接這樣 雲端上其實也有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主要 比較容易出錯 可能在這個地方 特別小心一下 這個地方 串接 那個正列的內容 OK 那會在第三頁裡面 把這邊的話 再跑一次 OK AND AI 跑一次 基本上 一樣 這邊跑到這裡 抓到的這個網址 然後把它串到這個裡面來 並且告訴他說 先放在A1裡面 所以它就refresh 如果這邊 沒有出現錯誤 那自然而然 它就會refresh 之後 自動把那個網址 的東西先抓下來 那已經抓到第一個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因為A1 這裡面已經有放資料了 所以呢 它是等於空的 沒有 所以它就跳什麼 L10 那L10的話 就向下追蹤 所以向下追蹤的話 它就向下去追蹤 得到是24 475 有沒有 所以有點像 坎錯向下 4475 然後呢 把它加1 所以放在44476 OK 所以R 就等於44476 OK 476 然後就往下放 所以再抓一個 然後放到 24476的這個地方 往下放 OK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又放一個了 那一時類推 總共有7個 所以底下我就 不站緊的 就直接 讓它全部跑完了 那你會發現 它就一個 一個的 幫我把資料 全部通通都下載下來了 但是呢 下載完之後 可能還要解決 另外一個衍生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呢下載的時候 每一個檔案 它的上方 都會有這個 藍位名稱 這個東西 所以會變成說呢 有7個檔 那就變成7個藍位名稱 當然你不是說 要手動刪掉 因為你手動刪的話 你不要按右鍵要刪除 所以其實比較快的方法 有什麼方法 我建議各位 有個最簡單的方法 你看那種 資料裡面有個排序 你可以怎麼 Z到A 為什麼Z到A呢 因為如果你Z到A的話 它變成 他會把那個 因為他 只要是藍位名稱的話 是中文 那中文的話呢 如果 反序排序呢 會排在前面 那你可以怎麼 再把這邊多餘的 這六個日期 的藍位名稱把它刪除 這樣是最快 最簡單 然後最後的話呢 因為如果你Z到A 它變成日期排序是顛倒 從這個 12月31日 排到1月1日 所以最後的話 你記得 把多餘的藍位名稱刪掉之後 再把它按下A到Z 這樣子 它就按照什麼 1月幫你排到12月31日 OK 那這邊總共 一整年度的資料 它有7056筆資料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剛剛的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演示 把那個 這個第一個 串列放進來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寫個回圈 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什麼 再加一個邏輯判斷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小心 還有這個地方 請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程式 那因為這個程式 比較困難一些些 所以我有把 這個程式 放在雲端上面 你們可以 這個 如果有發生錯誤的話 你可以 從雲端上面拿來參考 這個程式的話呢 是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六個單元 六支二 裡面的第三頁 好嗎 好嗎 OK 好嗎 OK 好嗎 好的 好嗎